雖然最近已經開學 玩遊戲的時間也變少了 但是不要忘記 還有很多的大作即將要登場喔 像是這月底將要推出的 嗜血代碼 就是一款以吸血鬼作為主角的 迷宮探索動作 RPG 遊戲 而且最近官方也已經推出了 體驗版的下載 還不趕緊衝一波喔 嗜血代碼是萬代南夢宮娛樂 即將於本月底推出的 戲劇性迷宮探索動作 RPG 遊戲主角是為了獲得超人力量 卻得失去成為人類大部分 記憶作為代價的吸血鬼 這次官方釋出的遊戲體驗版中 除了開放能在據點使用的 設施溫泉之外 還將收錄遊戲一開始的關卡 崩壞地區地下區域 讓玩家一邊體驗故事 一邊進行探索冒險 並挑戰強力的BOSS 也會開放與正式版 相同的角色製作功能 讓玩家依照自己喜好 搶先創作自己的原創吸血鬼主角 除此之外 玩家還可以體驗遊戲內 角色升級 武器強化 Blood Code 鞋碼選擇 便寫希德等各式各樣的系統設定 等不及月底才玩到遊戲的玩家 趕緊下載繁體中文體驗版 就能一解對遊戲的相思之苦囉